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是金木冲 周末炼金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叫做心智操控 听起来蛮可怕 心智被人操控 然后其实谈的是一个剑桥分析公司 他们里面怎么利用现代的科技 去掌控人的心智 有这个味道在里面这书名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 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郭重新 郭社长 郭兄您好 金老师好 听众好 我们今天谈这本书 其实是您刚出版的 才十月的时候才出版 差不多 本来对了 就是也算是市场的考量 在看美国大选之前 能不能这么出来 其实看完这本书 你会对于美国大选2016 为什么川普会跌破 所有人的眼镜 能够打破这种民调的预测 然后入主白宫 这本书其实是可以帮你 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说 现代科技在打选战上面 这点当我有点经验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超 就是跟上时代的脚步以后 他打选战的方式是在改变的 然后能够抓住这个脉动的人 一定是站到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那我们等一下一开始先请您谈谈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Christopher Wiley 这个怀利翻译叫 他这个非常年轻的 是位同志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看 看他写这本书的动机跟他的背景 应该说他是加拿大人 然后各位知道他是同性恋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应该说比较偏自由主义的 然后其实他读的书很多 虽然很年轻但是很用功的 他跟Bannon的聊天哲学那什么都读了很多 Bannon就是后来这个被刚 川普刚就任的时候 他的最大的测试 叫Steve Bannon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的一个人 说他 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是具有相当的理想性跟思考性 这样的人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什么 一定不甘于是属于那种被少数人用 我们说是心术不正所控制 因为造成的危害一定是出现的 当然我们是不是说川普的当写就叫做危害 这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当他觉得这家公司没有回头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可以说的很大 是要内造一个国家 甚至说要改造一个美国的文化 跟背后的当然投资者 那个Mosser他有两个用意 第一个他希望帮他赚大钱 第二个他当然也想把美国变成一个人工智慧 用人工智慧 他可以理解未来的趋势 因为他是一个投资家嘛 这是这个Mosser的一个用意 可是Bannon跟他们那个剑小分析的这个Nix 他们想的是说要发挥力量 就是要用可能大资料啦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等于是说谁来用我 我就为他服务 然后当然是共和党 而且他看到苏尔的介入 还有英国的那个退欧嘛 他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违背了他很深层的道德原则了 所以他就似可而止 而且变成吹哨子 对他就是Hustle Blower 我们讲就是说他出来等于是警告大家 这是对人类会是一个危机 为什么讲的这么严重 其实你仔细去看这本书看完之后 你觉得他其实没有那么严过歧视 因为太多人不了解 现在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 还有这种资讯科技 发展之快 所以就像您刚刚讲 他出来爆料是觉得这违背他的初衷 当初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来等于要在线上去防止这种恐怖活动 跟极端主义的扩散 所以想要去了解这些人 然后去分析这些人 然后去制止这些人 没想到后来就像他讲的 这个科技可能他有他的黑暗面 这黑暗面落到坏人手里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 他用了一个英文字叫blowback 就会有这种反作用出来 就是出现了预期不到的一些恶果 所以这本书他等于是一个 自我出来爆料之外 其实不是像一般讲的爆料的是为了出风头或什么 那其实是真正有 他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 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 去创造了一个帮邪恶的势力 在他来看 去做了一些事情 他必须让世人更了解其中的始末 对因为他这里又惹上了 像英国的MI5 或者美国 看谁在当政 他自己觉得已经有一点点身家危险了 东躲西躲 所以也付出蛮大的代价 所以从您刚刚讲的 书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真的你要对抗一个国家 对抗一个美国 他看到这种像Assad这种 他就讲的像你去对抗美国这样一个强权国家 对他国家安全 他认为不利的事的时候 他的手段是可以非常的可怕 可以把你逼到世界天涯角落 无处可生存 至少就这本书 他觉得他在揭发的相对还在那个时候 还不是美国政府 他认为剑桥分析毕竟是个私人公司 他虽然渗透到很多部门去搞 所以在最后 向他最后有提出几个可能的以后的改善 也就是说他还是相信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他还是相信道德的力量 正义的法律的力量 终究可以产生恶主的作用 我相信这也是他愿意出来 对其实仔细来讲就是说 他的公司就是这样 他就是把心理学社会学 还有把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社群媒体的资料 Data Data 可怕的 就是可以取得 那怎么去把这些 那怎么取得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大数据 对 这大数据里面你把它用演算法 什么叫演算法呢 就是交给电脑去看你 他从各方面不断的去学习 我们讲最好的例子就是Go就是围棋 为什么这个围棋到最后可以打败世界上第一高手 对 对不对 现在没有人打得过他了 因为他不断累积经验 他们不断的跟着一些高级技术的棋手 不断的在对异的时候 他就学习 他就会智慧 他就记起来每一种棋步棋路 他就可以从中间分析出各种种类 怎么对付 怎么样 这种像就等于是一个电脑旗谱一样 他很不能接受很不谅解的 就是说现在拥有最大人类资产的脸书 主要是脸书 他觉得他们太不负责了 他们其实拥有不知道几亿人几十亿人的资料 可是不负责 你来给你算钱 而且你拿到一个你知道吗 他连他的联友都给你 所以拿一个等于拿三百个 对一百五十到三百个 就这样给你 他觉得把因为对很多人的隐私权 是非常 对对对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基本上就是像Facebook这种 他把用户的这个资料交给了外面的公司 绕到坏人手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从中间量化中 去找到你的人格特质的倾向 像他用电脑他设出来的这个演算程式 他不断的修改以后 他就可以从个人的这种类似的人 把它分类区隔 然后就可以预测你的行为模式 简单来讲 我觉得他里面讲一句最能够让人很快了解 就是说等到他足够的资料 包括说你爱了几百个赞就可以了解你 再做了一些心理测验 性向测验你回答 他给你一个小小的外挂程式 我给你一块钱两块钱美元 你就拼命把资料都送上去了 然后脸书又提供给他免配的平台 所以他就可以预测到 你在下面答问卷 你每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答 他都可以抓出来 然后他比心理专家还要更了解你的性格跟个性 这可怕的地方 他还说当你他如果有你的三百个行动 各自有三百笔的话 比你的太太还了解你 这个我那天跟我太太讲 我说有的人比你更了解我 就是他说你从你按的站跟你的反应 你看着什么样的新闻 因为他就是你的真面目 所以其实我们古人讲说君子圣都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是你最真实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新房 你是觉得彼此是很正面 好像他很照顾我 比方现在如果很多人听音乐 那Spotify对不对 那你弄了半天以后 忽然发现他都会提供一些 好像你本来就喜欢的音乐 他就可以用大数据抓出你 你这家伙大概吃奶 而且他不断传给你的都是你爱的 深惑我心 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最体和的感觉 我因为这个学高夫就学得晚 打得不好 但是我是很认真的学习者 对于这个Swing 我就非常想研究 结果每次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就传送来给我一个 正是我想学的 就是能够帮我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所以你就被他控制了 因为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都是被他设计好 他要给你什么东西 喂你什么东西 你都把你的时间精力都花在里面 那长久下来你 你就被他讯息影响 所以他讲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 不负责任随便把资料给人的 他们把这个称为心理破会 解破的破 会图的会 就把你摸得清清楚楚 到了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中性的 对不对 那再下一步就可怕了 对 又去用到政治上 精准投放 这个词 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名词 是 这个 我们当年 有参与一些选举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讲说要找target audience 就是你的 他叫micro targeting 就是精或accurate targeting 正确的这个 找到你想要找的那群人 我们以前还只能用散诞枪的方式 没办法 尽量打出去 尽量判断哪里可能打到最多 对 我们想要打 对 就是传送信息到 也就是所谓的 像打把一样 能够接近把心的人 成本也高 效率又低 那所要花费的人工又多 不像他这个您刚刚讲 要不要谈一谈 您要不要多谈一点 这个精准 这个投放 他们是这样子 例如说 例如反正不管他有100万笔 或1000万笔 那他们呢 就根据你的回应 套入一个 当时一直在修正 原来只有五种心理 后来觉得不够 因为他们在自己 他们有实际去访问 发现有些人也不是 这一类 又是那一类 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对 跟他们原来的不一样 所以越做越细 越做越细 然后呢 把这些资料都 把你就放进去了 是 所以这个分析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请郭兄 再去跟我们谈 这个精准活泡 他怎么样抓住你的性格特质 把你分类到他 想要接 哪些人是他想接触 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接触到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中美链金书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郭崇鑫先生来跟我们谈 他今年十月才出版的一本书 他们出版社出版的 叫做心理操控 这个他英文书名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我就卖个关子 可以有兴趣 自己去买来看看 他的英文书名 是非常千玺世代 非常丑陋 非常丑陋 出炉 这个英文名字 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作者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吹哨者 很年轻的 他加入了这个建潮分析这个公司 当初是怀着这个初衷 是要帮助这个社会 阻止极端主义 没想到自己 发现自己后来成了帮凶 那我们讲到这个公司的厉害在哪里 在现代的科技 它怎么样运用 去了解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的受众 那我们刚刚谈到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精准投放 您要不要继续再谈一下 对 他这个 他这个精准投放里面又隐藏的一个包藏货心 比方说我 比方说我 他想跟我讲话 那他觉得 例如说 他希望我去投票 例如 可是他认为我投票了 反正不会投 他要我支持的 那他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 他要做的是让你不去投票 之类的 那为什么这个叫精准投放呢 第一个他知道我了 他知道我是何许人员 清清楚楚 因为他有你的IP 有你的基本资料 那他就为我设计一套说辞 甚至一套影片 然后剪接什么 这里面真真假假 他去制作 然后呢就投放给像我这样的人 这叫精准投放 他不像以前 像我们以前做书做邮购啦 什么都是天里散发 哇出去了 他不会 他针对不同的人 投放不同的资料 不同的甚至是谎言 这样子投影响你 对其实他这个就是所谓的 他只要掌握一小撮人 他书里面讲的 大家讲说他这有用吗 他不是他目的不是要所有人都这样 他其实是根据他了解你的这个 人格特质之后 他在里面这一大堆人里面 找出一小撮人来 这小撮人就是您刚刚讲 他这个把你人格 他分成很多开放性的啦 比较保守的啦 比较合群或负责任的 英文讲agreable 跟大家很好相处的 那甚至他找出你有一点神经质的 那他说这种人呢 再加上他们找出来的什么黑暗三元素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又是马基维利主义者 就很喜欢操弄全素 这个人如果又是有一种病态人格的 然后又很自恋 他就把这个设计好的这种讯息 就像你刚刚讲简洁的谎言也好 你看看最近这个川普后期的广告 我看了一些啊 哇那真敢呢 他真的敢 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他就他就传送到这一批这一批小撮的人 这小撮人他都被担心 他自动会去很积极很热情狂热的帮你去传送 然后就成立社群媒体和社群网站不通来不是社群是社群 对对是 我讲错了 我们制作人在消 然后他就不停的这个散布播放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等于是在挑取社会的仇恨跟对立 对而且因为在这个他们在他们在等于也是他们在学习了在实验的时候 他们有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在帮助 对对都是一流的 嗯 那其中举了一个例子 是 我都吓一条 比方啊 他有举他说你问一个人 你今天快乐吗 很好啊很快乐吗 他说这是一种问法 那如果问说 你最近那个睡精怎样了 你最近身体状况怎样了 他就说他可能已经知道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就先用这些问题 让你一下就有点把你 你确题吗 就觉得 觉得哎呦我怎么问题这么多 然后再说那你会你觉得自己很快乐吗 这个时候答案就很很有可能就不一样 原来是很单纯的 啊我很快乐 就当你被一些很负面的轻轻慌慌打了以后 就觉得哎我我你知道啊 没有想象这么快 我的问题好多啊 甚至里面有一个人就就说一直抱怨嘛 那他为什么来接受你的访问 因为你给他一百块 他这一百块要去应付下个月的账单 嗯嗯 那就然后他所有的抱怨 骂欧巴妈骂什么骂什么 可是他连欧巴妈的健保都搞不清楚 他就乱骂一通 因为有人跟他讲 这些都是他们要把你的钱抠下来 是给外来移民 嗯嗯 就是这样 就是得到的讯息都很片段 嗯嗯 那得 甚至都是错误假的 对啊他一得到这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 其他的发生什么他不管了 就造成某种你知道一种仇恨就下去了 是就像您刚刚先前有讲的 这个剑桥公司最大的金主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等于是创投专家 Merser一个基金 他做对冲基金的了 对 所以他们当初以为他只是想要赚钱 嗯嗯 可是后来有这个Steve Bannon 介入之后 他有不同的看法 嗯 而且这个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其实你看他做过电影导演 他什么都做 他什么都懂 其实他对他就我们讲的非常入室了 对 然后又是很这个全如心态这种既是愤俗的这些人 Bannon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从中间觉得说哇这一套方式正是太棒了 因为他就要把这些有极端倾向的人把它找出来以后 他就发现说这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为什么川普会在2016爆冷门 跌破大家眼镜当选的时候 其实Bannon就是他掌握到说这个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有一大群这些人 只是他们是压抑隐藏的 那另外一种不是性别的同志 而是一个被政治压迫 而政治正确压迫的 都其实他们是白人优越感非常强的 结果他们好像觉得这种社会的道德说会怕被人家讲成是种族歧视 他就压抑一下 他觉得这些人他就要把他解放出来 就是其实他的心底是受压抑的 就是他们讲说为什么川普的支持者有很多都是大学没有念的高中毕业的白人 尤其是在铁锈带那一代 很多就是觉得白人好像很优越 但事实上他又比较起来在实际的世界里面 他又没有那么多的特权跟优渥的情境 他就掌握到这一群人 就把他们击他们 激动他们出来走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freethinker 就是自由的这个掌握自己的想法的真男人 那个Bannon Bannon这个人是蛮特别的 他就是说他看到了美国不是我们以为的美国 他当然有他的锐利处 不过也有他的刻意的心态的极端 他觉得美国需要一场大革命 那我们也不知道他革命是要什么 反正就是你知道他在很多公开言论 最近有一部他的纪录片 他很多公开言论他就毫不掩饰的反犹太反黑人 反什么都反就这样讲 而且他离开川普以后他到欧洲也在讲这一套 那刚刚讲的那个白人 其实在以前的分类 你知道都相对简单 美国白人黑人什么人就这样分 那白人是属于政府 比较不需要照顾的 因为你们得到了很多 我们要照顾少数民族 照顾黑人 照顾拉丁一的 可是在白人里面也有那种 其实他的生活是 困苦的 就是经济弱使 所以他觉得他被遗忘了 那种愤怒感出来了 其实众人不少在美国 他会觉得我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们这些自由主义的 你们这些东部的精英 你们自以为你们怎样怎样 然后把我应该给我了 都给古巴人 给黑人什么什么 是 所以这个是美国一个 其实非常真实的面貌 我们修一下 回来再继续跟我们今天的来宾 也就是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这个郭崇鑫先生 继续来谈这本书 心智操控 欢迎回到中文列经书 郭兄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其实Benlon这个人 其实他在帮川普打选战 这一段期间 他就抓到了美国这一群 所谓的对现况不满的这些 所谓的狂热分子 而且是白人的 基本上带有一些种族主义的 然后威权心态的 所以你看骑重机车的这种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美国的这一种 中产阶级之外的白人 对你看他们的 我是说看他们的身材 相对魁武还带点胖 这个其实在美国是很容易看得出来了 当一般的反而那种像你这样 就是说身材很修长的 不干嘛 都是知识生活环境都比较好的 会保养会运动 那种就是等于是对稍微不克制自己的人 就很流于这种样子 他们就分事技术 他们觉得Benlon这一种理论 你刚刚讲他在宣扬的 其实是很符合他们内心真正的声音 就是说他们觉得其实你们在攻击像川普这种人 你就直接在攻击我 对 这就是他讲Benlon有一个杀手绝技了 就是说这个回力标效果 就是这个作者写的这本 他意思就是说 我先去给你们一个讯息 就是说当这些人在骂你 在瞧不起你 骂你是死相巴佬了 骂你是这种所谓的无知的白人或什么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用政治正确压迫你 他在骂你有种族歧视的种心态的时候 他也是用政治正确的框架在架住你 其实他们是为了要夺取权力 所以才给你架上这一些帽子 所以他先给他洗脑 所以等到他们在骂的时候 其实他就等于吃了已经免疫的药一样解放 所以你骂川普他觉得你紧急在在骂我 所以你在骂这一些我的这一些 这个所谓的一般以前社会认为 政治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是为你自己的利益 对包括枪支 这个我们都在我们看来很荒谬 可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他们 所以骂川普就在骂他们 因为他们变成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群体 书里面这个作者还提到一个叫 叫联合游戏 就是他们有两种心态 一个是一种群体的 就是整个群体的缺乏安全感 焦虑感 一个是联合游戏 联合游戏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给了他 我就少了 说不行 事实上政治不见的是 可以共利的 对 他们就已经被养成那个心态 你只要给一个移民合法的身份 我的福利就少了 就两个其实是一件事了 那造成的就是恐慌 还有愤怒 愤怒一下来 听不见理性的声音 是 所以Bannon其实他的一套理论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先改变一个文化 你先要去把文化先把它定义起来 然后把这些信息传出去 所以不断先去改变的文化以后 你就可以改变政治 改变了政治 你就掌握了权力 你就可以做的更多 其实他 他就是把他这一套理论 配合他的这个建桥公司 做出来这个所谓的演算技术 就把这些讯息 刚刚讲的这种 所谓的 反移民的 种族歧视的 白人这个 其实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他们 他里面用了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非自愿的处男 就是美国的一个名词 意思就是他们在异性方面 也许就像你刚刚讲 他不一定很挫折 很挫折 很重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 其实只要有钱 不管你是黑人 你还是黄种人 你只要有钱 美女就会跟着你 你有地位 那我们是白人 因为我们被大家认为 好像很吃香 其实我们是蛮吃鳖的 所以他这种心态 这种愤怒 很容易就被挤骂 其实Bannon讲的这个 讲到文化啦 国家啦 从最高级的理论观点 都是对的 重点是他的偏差 把一切都搞到这个样子了 就像高科技一样 本来都有可能是为善的 就落在他们的手里 变成为恶的 这也是这个作者一直在觉得怎么办 对 他看到了这个 其实人类社会的一个危机 如果不好好处理 所以他强调对高科技公司 这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应该要所监管 他就讲说 就好像道路上我们有那种 阻挡速度的那种坡 就是防止你汽车狂飙 他觉得这些高科技公司 像Facebook Amazon Google这些 他们眼睛里只有钱 所以越来越大 其实这也是民主党 今年跟共和党最大的 这个政见差异之一了 民主党就是要 要约束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因为里面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 可以请您谈一谈 他对脸书是非常的不满 也提供他被 就是因为他反脸书 被脸书予以这种 所谓的杯葛 的悲惨遭遇 Block 整个把它Block 他整个把它 就等于封锁掉 他觉得像他这种 所谓宅男型的 他没有来脸书的时候 他的世界就变成黑白的 其实他就蛮痛苦的 不过他后来就从这个痛苦之中 又找到说 不被脸书控制 不被社群媒体控制 其实是走入另外一个 自由自赛 对不对 这个对我们 这个我讲给我儿子听 他是不会信的 现在年轻人其实也差不多 我看到我周围的 几乎都是被手机脸书 这个所包围 有啊 像我们公司有些人 我应该说我们出版界 有很多人 都是在脸书上 都是一号人物 可是他们的伤害 也都是从这里来 我说何必呢 对我懂您的意思 真的就是 其实脸书是另外一个虚假的世界 是 因为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呈现在里面 就活得很辛苦 对 我没有脸书 好谢谢您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跟您谈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郭兄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剑桥公司 他的这一种所谓的掌握 个人用户资料之后 把它应用在 不管是脱欧 或者是在 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上面 都发挥了很大的效用 脱欧这一块 两个都是在2016年 脱欧的其实成功也是跌破很多人眼镜的 没错 其实他也是在此 就特别说明了 你看他们这种技术 其实是可以颠覆现状 在技术之外 那种研究 他可以研究到哪些人 对英国的移民政策不满 他们是有真的是下功夫了 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多在比较自由派的人 比较自由倾向 认为英国政府在欧盟的统治下 那个移民政策是不公平的 偏袒白人 歧视有色人种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比较保守的人 认为反正 他们有所谓的种族歧视来说 他们觉得干嘛跟欧洲混在一起 我们英国就是英国 他觉得大英帝国 他有他的光荣过去 反而是一些相对 你知道吗 相对那些都市的精英 他们比较开放 而且在乎欧盟的经济发展 这些人觉得 我们传统的老英国就应该这样子 那建桥分析就根据这样的去煽动 他可以煽动最保守的人 也可以煽动那种比较对移民开放的人 那这一点我也觉得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英国政府在这里有点无辜了 因为欧盟 他认为欧盟是比较重视白人 歧视黑人 可是重点是欧盟本来就是一个白人的集团 他不能控制管理所有在欧盟的人口的流动 可是真实的世界是所谓的欧盟有最好的 例如英国、法国、德国 然后接着就是中欧 那就已经稍微那个 甚至还有东欧全共产国家 这些人都想破了头要来西欧 所谓比较文明更先进的地方 所以欧盟不能限制他们 可看在英国的那种比较自由心态的 就会觉得你怎么对这些白人来我们这里毫无保留 可你对于那些在北非、中东那些人来又层层管制 事实上英国政府是夹在这个 所以他们觉得干脆我们不要受欧盟控制了 我们自己来 所以你看在整个所谓的脱欧的投票上面 为什么脱欧成功 其实您刚刚讲的到一句 他可以把一个本身是有色移民 但是心中对于这种白人的欧洲的这些移民比较方便 他们的困难比较多 心生不满 另外一个就是保守的英国白人 他们又觉得说你们只是这些所谓的都会的精英分子受益 经济因素对我们影响不大 我们本来就是过着很平淡乡村的生活 这两种人你看彼此其实是矛盾敌对的 因为这一批保守的人是瞧不起有色人种 是啊 有色人种人 有色人种人 有色人种人居然跟他一起去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反对这个所谓的留欧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我们对英国这个民族的一些心态 其实说实话 至少我啦 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是抓不住的 我真的看过一个报道 那时候在要脱欧要什么在吵的时候 英国女王 这当时很你知道可能是八卦传出来了 英国女王问他身边的一个人 女王 因为他不能公开讲 他说你给我三个礼物 为什么我们要留在欧洲 是 很特别 所以你看他大概 其实反映很多传统英国白人的心态 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动乱 越来越纷乱 从美国的大选这一次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其实这一种 长久以来 在所谓自由主义的盛行的时代 强调的这种政治正确 今天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其实他们就说从世界是平的开始 现在世界又变成圆的了 那以前呢什么事情都要眼见为平 Sing is believing 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是我相信什么 我就觉得什么是真的 那这个社群媒体的出现 就其实是强化这种同温层现象 那太可怕了 的利器了 太可怕了 大家都被封闭住了 是 你像你我 如果有在看这个什么LINE 或什么传来的讯息都是你的 所谓的好朋友 大家都是自同道合的 自不同道不合的也不会变成 不会那么不逝去的吧 对对 把你不喜欢的告诉你 对对 即使是里面的也会 大家也会自动过滤 给A的时候这个新闻 给给B的时候这个新闻就 像这次美国大选你看 你又知道这种事情 这种消息不能跟他讲 对对对 会挨骂 你看他是支持谁的 对对 你要过滤一下 像我一个美国华侨朋友 以前初中的同学 我才跟他通过一次 大概讯息 稍微新闻的交换 我就知道他是挺川普的 那我就知道我不能够 把拜登的消息传给他 所以这个就变成 变同温层的效应 本来以为大家可以 打破那个藩礼 可以充分的沟通 事实上没有 反而造成更多的小圈圈 所以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非常值得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时代 你我都是大概同一个年纪成的 想要对这个新的科技了解 其实他这本写的是深入浅出 真的写 可以让你了解他们 所谓他们是用上帝的视角 在看这个世界 想要操控这个世界 他们的野心 简单来讲 我开这本书就把我的脸书关掉 哈哈哈哈 今天非常谢谢郭仲晋 郭社长来 谢谢 谢谢您 金老师谢谢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中文字幕传言